在伟大的Kobe Bryant的一生中 他从无数次被人问到过同一个问题 谁是女职业生涯里 遇到过的最难防的球员 Kobe每次都能毫不犹豫地 说出那个名字 Tracy McGrady Kobe说 他能做到我所做的一切 同时他还有更好的身体和运动天赋 这是因为二人之间的心情相惜和友谊 所以当Kobe在2020年的 坠机事故中离去时 T-Mac在电视采访中 像一个孩子一样 为他的薄乐 知己 一生中的挚友 哭得泣不成声 Tracy McGrady说 我的心已经碎了 我和Kobe之间的感情是十分特殊的 是和其他人不曾有过的 也许是小时候四处奔波的经历 导致早期的Kobe是个性情孤僻的人 在他刚进入联盟的很多时间里 他没有朋友 他不善社交 很少和队友一起聚餐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Kobe给人的印象 是一匹独来独往的孤狼 但让所有人意外且欣慰的是 这匹独狼有一个在进入联盟前就私交甚密的好友 从球迷的角度来看 这个好友恰恰是他在联盟里缠动半生的对手 这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 编织成了一段长达二十余年的命运交响曲 Kobe和T-Mac最初的交集 是发生在进入联盟之前 两人都是叱咤风云的超级高中生 1996年夏天 胡人后卫Eddie Jones走进了总经理Jey West的办公室 Jones的West说 他发现了一个好苗子 是一位名叫Kobe Bryant的高中生球员 Jones说 如果错过了Kobe 你也许就错过了下一个Michael Jordan 于是在96年下雨后的一天 West和Jones驱车来到费城 观看劳尔梅林高中 和蒙特赛阳基督学院的一场友谊比赛 刚在球馆落座 Jones用手指着场上一个 正在吃球突破的孩子说 他就是Kobe 这场高中友谊赛 几乎成为了Kobe的个人秀 全场框砍38分12篮板 而Kobe的对手 那个来自蒙特赛阳基督学院的后卫 也拿下35分 比赛看完后 West满意地站起身 对Jones说道 我们需要和Kobe聊一聊 但West下一个抛出的问题 让Jones摸不着头脑 West问 那个方Kobe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Jones迟一了一下回答说 我和他不熟 好像是叫Tracy McGrady吧 那场比赛 只有16、17岁的T-Mac 不仅给West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也让Kobe吃了一惊 那个名叫McGrady的家伙 竟然有着如此强的运动天赋 大概就是从1996年夏天 Kobe参加选秀之前开始 两人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紧密 Kobe和Garnett是90年代 高中生参加NBA选秀的先行者 KG的大合同 Kobe炫酷的Adidas球鞋 以及他们乐投的顺位 迅速在美国篮球界 掀起了一股高中生选秀的潮流 T-Mac是稍晚一年的追随者 97年高中毕业的T-Mac面临抉择 是去大学打球 还是参加选秀 T-Mac拨通了Kobe的电话 见识过T-Mac本领的Kobe向其建议 直接进军NBA 后来T-Mac放弃了肯塔基大学的机会参加选秀 也同样选择了Adidas作为球鞋赞助 但T-Mac随后在多伦多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意 纵然有极高的天赋 但尚未兑现的天赋只是一张白纸 1997年冬天在寒冷的多伦多 T-Mac没什么朋友 他住在一个没有家具的12楼公寓里 T-Mac只做一件事 缩在沙发上看魔术强盛时期的胡人录音带 T-Mac不喜欢读报纸 他想家的时候就打电话 97年11月 他的电话费是1500美元 除了打电话给家乡的亲友 他每周都会给Kobe打电话 寻求这位Big Brother的建议 生涯前两年的T-Mac 场均得分只有8、9分 而到98年 Kobe已经坐上全明星首发的位置了 T-Mac像是被硬推进一个成年人的世界里 而19岁的Kobe像个真正的老大哥一样 耐心地为18岁的T-Mac排友解难 并且Kobe无比相信 他的小老弟迟早会成为震惊世界的超级球星 因为Kobe和T-Mac是同一个球鞋赞助商的缘故 他们在休赛期的闲暇时光里 几乎天天都鬼混在一起 Kobe开着他那辆黑色的宝马 再次T-Mac在洛杉矶街道上东风 一路上放着Kobe喜爱的歌曲 那个时候Kobe迷上了一个名叫武当帮的嘻哈组合 硬逼着T-Mac也要喜欢武当帮 他们还会一起看空手道的电影 或者看关于乔丹的各种录像 两位天才少年一起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在一次德国型的球鞋宣传活动中 两人曾在球馆里有过一次一对一单挑 Kobe明确记得比分是11比3 他玩爆了他的小弟 而T-Mac则说忘了有过单挑这回事 21年后 Kobe和T-Mac在ESPN的采访里 谈论起此事的时候 仍旧身材飞扬 与此同时 T-Mac还谈到1998年 他和Kobe去法国巴黎的难忘事情 他们住在了巴黎的迪士尼乐园 有一天吃完饭 Kobe提议去坐过山车 T-Mac自然是万般拒绝 但是Kobe又展示了他执拗的一面 继续劝说T-Mac T-Mac说 他起身拽我 并且说一些嘲讽的话 我不能让他这么一直羞辱我 就上了过山车 结果这一天全毁了 我下来之后恶心的要命 T-Mac对Kobe说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是你逼我坐巴黎的过山车 让我吐了一整天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位少年逐渐长大 Kobe成为了联盟的超级巨星 与O'Neal一起率领胡人 实现了三连冠 T-Mac也在2000年 转投魔术之后迎来了蜕变 21世纪初的NBA 四大年轻巨星 Iverson Kobe T-Mac和Kader 掀起了一场风暴 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 那是属于西科东爱 北卡南迈的风云岁月 T-Mac与Kobe 在球场上的关系 自然进入了相互竞争的阶段 而且是直接对位 他们之间的激烈争斗 是在02年11月27号 洛杉矶胡人客场造访奥兰多 Kobe走在通往三连冠的路上 T-Mac则走在生涯第一个 得分王的路上 两个处在生涯巅峰 白马银枪的少年 在那场比赛里 把自己生平所学的所有记忆 全都展现了出来 T-Mac从右路低位往左路突破 加速的过程中突然转身 转到一半又回到了原位 翻身跳投命中 敏捷如Kobe也没反应过来 这一球张显了T-Mac 巅峰时期有多么可怕 但Kobe怎么可能服输 下一回合 黑满巴单枪匹马面对T-Mac 一个加速飞身战斧皮扣 Kobe还狠狠地拍打了篮板 被吹了技术犯规 但气势十足 明显是冲着T-Mac而来 这场比赛 T-Mac和Kobe各自拿下了38分 最终魔术以112比102击败胡人 而在当时 T-Mac和Kobe在赛场上交手了6次 这次的胜利也是T-Mac首次获胜 T-Mac也还记得 自己效力火箭时 与Kobe的精彩争斗 06-07赛季 开启得分王模式的黑满巴 在与火箭的四次交手中 有两次轰下53分 2007年3月30号 火箭客场挑战胡人的比赛 尽管Kobe再次砍下了53分 但是T-Mac和姚明联手 通过加时赛 以107比104爆了一箭之筹 T-Mac砍下30分和10助攻 T-Mac说 我们之间有过很多次经典的交手 Kobe能够激发我的潜能 我对此非常感激 努力和天赋 在两个人身上各自开花结果 迎来了各自生涯最脆菜的巅峰 联盟最顶尖的梁大德分手 单场81分和35秒13分的比赛 至今都是联盟时尚的奇迹 T-Mac的巅峰期 2000年到2006年这6年时间里 T-Mac是与Kobe同等级的存在 真理Pierce曾这样评价他们两人 Kobe就是连环杀手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反复地折磨你 T-Mac则是个前锋身材的后卫 可以用任何手段终结对手 T-Mac和Kobe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 同时也把彼此当作最强的对手之一 当T-Mac在06年受伤状态开始下滑的时候 同样是老大哥Kobe 在激励着他不断前进 T-Mac在那次受伤后明显增重了 运动能力下滑 突破少了 跳投为主 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 而05-06赛季 对于Kobe来说 则是生涯得分最近爆的时段 场均35分 单场81分 无人可挡 在06年的萧斯顿全明星赛上 Kobe十分卖力地给T-Mac传球 就为了能够让T-Mac 有机会获得一个全明星MVP 但是最后事与愿违 西区输掉了比赛 T-Mac已与全明星MVP失职交臂 08-09赛季 Kobe和T-Mac差一点就在接候赛交手了 那是他们一生 唯一一次在接候赛交手的机会 可惜T-Mac因伤无法上场 那一年也成为两人生涯的分水岭 Kobe来到了新的巅峰 T-Mac则从此落寞 在那之后 T-Mac叠下神坛 Kobe则迈进巅峰 连夺两冠 连续三年杀入总决赛 从那个时候起 两个年少时一起成长 一起迈入巅峰的球星 因为性格和运气的差异 走向了命运既定的不同道路 成功者永远是少数 Kobe做到了 T-Mac却遗憾没能做到 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命运 和人生轨迹 那么近却又那么远 2013年夏天 T-Mac退役了 就在他退役之前 还戏剧性地掉了所有人的胃口 在个人最低谷之时 他跟着马刺进了总决赛 达到了他人生团队成就的最巅峰 让人感到了一丝 奇妙的对比和讽刺 虽然T-Mac和Kobe的命运不同 但两人后来的一些画面 仍然让人感觉到温馨和感慨 当T-Mac在生涯末期加入活塞的时候 只有在Kobe出现的时候 他才会显得那样松弛 2015年12月13号 胡人前往休斯敦挑战火箭 那个时候的胡人 早已不是曾经的霸主 Kobe也不再是年轻时候的小飞侠 可是黑曼爸在比赛结束后的通道里 突然开怀大笑 原来是T-Mac来看望他了 年少时他们惺惺相惜 彼此欣赏 已问人负后 他们重拾了过去那种紧密的联系 他们坐在Kobe的曼巴学院球馆里 聊起了轻松少年时的日子 记者问道 Jabba·Vincent Carter 40多岁的时候还在打球 你们现在还会有那种 也许我这个岁数 还可以在上场打球的想法吗 T-Mac开玩笑似的说道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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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打了一次 接球后就受伤了 Kobe大笑过后 震了震神色 如果我想打的话 我还能继续打 我只是不想打了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